好接着来看到丽山派出所部所长林文雄以及警员程永光 执行巡逻情务的时候接获民众报案 在浊西乡的封平溪溪床口 自用吉普车是深陷泥泞当中 那么赶紧是拨打派出所电话请求协助 那么警员程永光推判车轮陷入太深 一定要调派挖土机来协助 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顺利解决这一次危机 一台吉普车就这样来回被怪手拖到平缓的陆地 就是浊西乡封平溪溪窗口 丽山派出所远警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卡在溪窗口 远警到场发现吉普车右侧轮陷陷杂草当中 左后轮悬空 整台车呈现陷像缓生 就赶紧打电话请求协助 一调派挖土机前来协助才能够脱困 一次调派桥内具有挖土机的出品 前来最后在同仁与司机联手之下 并将泥土垫在前空的左后轮 再以绳索绑住保险杆 挖土机再以挖斗 拖拉的方式将吉普车扶正 总计费时一小时才顺利解决危机 车主表示要前往苦茶油田来查看 因为很久没有前往发现杂草已经比车子还要高 越开越觉得不对劲 才刚要掉头发现困在膝床当中 还好有远景的协助才能够脱困 终于在花费一个多小时之后才顺利将车子脱困 事后民众不停感谢警察的热心协助 并赞许警察真的是人民保姆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